最后一个就是属猪 属猪的朋友是2019、2007、1995、1983、1971、1958 以及1947年的西易立春2月4号出生的人士 而在十二命公里面 他是叫做害公 吉星方面属猪只有一个就是逆马星 逆马星代表非常黄鹿 还有有远方贵人的意思 而空星方面他有天狗 天狗代表容易有刀箱血光 吊客代表有孝福、家宅不灵 孤虚代表容易胡思乱想容易有负面情绪 以及你会觉得好像孤独无助力这样的情况 因为今年属猪没有关于事业、财运方面的特别好的星 所以今年属猪的朋友就不是属于太过顺利 那些东西是比较反反复复的